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可爱赵赵姨 然后今天呢 我就在我们剧组 《我才不要和影座兄弟》里面 担任MC一角 然后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剧组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 首先 演员到现场第一个事情 就是到化妆间 看一眼 幻影间里面的设备 一张豪华老板椅 每次我们进去前破衣搂搜 我们出来之后 摇身一变 变成了剧中的人物 然后金贝贝的衣服呢 就是各种花里虎哨 各种乱七八糟 各种色彩碰撞 总之就是很追求寒流的一个小女孩 我给你们看一眼我的头花 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个头花 正常女孩子头花 可能就一两根两三根换着袋 这是金贝贝的第一袋头花 这是金贝贝的 第二袋头花 这是金贝贝的第三袋头花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一盒彩色的铅笔 就是我在头上插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可爱 然后这样就很符合 那个年代追寒金的时候 女孩子爱干的事情 现在聊到了我们演员的 超级豪华的休息间 给大家看一眼 不要说我的耳塞 噔噔 噔噔 啊 这二位 是我们最主要的主创人员 我们演员的是叶小孩 然后我主要承担的是一个 学霸高楼智商担当的这么一个角色 你们俩接着给我付工钱啊 嘿嘿嘿 好 这个 是我的班主任 不提包 好 不得美包 你睡醒了 好 睡醒了 睡吧 好 下一个 这个呢 是我们装过来 这是我爹好姐妹 我的女朋友 你会穿 夹子 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再 你自我介绍吧 我是米佳 她呢 叫刘金妍 在剧中饰演的是米佳 一个体育特长生 和小门呢 俩人 不是雄妹 圣死 千雄妹 然后呢 性格呢 我不乐意说 在里面演一女神 这就是我们豪华的性格 麻雀思想 五脏俱全 什么水呀 吃喝玩乐 全都有 最重要的是 有我们这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在一起 每天聊天 都是开开心心的 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谢谢我的伙伴 哎 今天这一天